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医生 准备面对一场无形的战争和黑死病抗疫到地 1910年12月27号 附加店一位开客栈的日本女子突然死去 死前有咳嗽吐血的症状 为了确定是什么原因 刚到哈尔滨的伍连德医生就抓紧机会 和助手带了检验器械到客栈进行解剖 他们从死者用心房抽出凉管血 又从肺脏和脾脏等取样放在薄载剥片上 然后迅速地把尸体缝好 放进政府提供的棺木中 当时的社会习俗是不准死后损伤尸体的 伍连德这次对黑死病死者进行解剖 不仅是附加店有史以来的第一起黑死病死者验尸 也可说是整个东北的第一起 研究过细菌病理学的伍连德医生 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感菌 确认证实了患者是患黑死病死亡 他一面通知北京当局 一面请地方官员来观看显微镜下的细菌 用事实来舒服他们 一个多月前 黑死病开始在东北肆虐 哈尔滨每天都有人死于传染病 黑死病也叫鼠疫 是一种通过鼠类传染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 可是这场鼠疫 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已演变成一种人传人的瘟疫 传染速度惊人 在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下 甚至演变成俄国和日本 用来威胁清朝政府的筹码 这两个一直护士丹丹 东三省的国家 企图以派医疗官员为理由 派兵建筑东北 疫情和外交情势告急 清朝政府外务部官员施赵基 推荐年仅31岁的武连德博士到东北 全权负起抗疫鼠疫的工作 武博士义无反顾地接受使命 带领学生林家瑞一起到疫区前线抗疫 武连德医生在他的自传 《鼠疫斗士》里写道 在那里我发现情况是很不满意 地方行政官肯定是一个鸦片烟鬼 他自称是一名业余医师 根本不相信病菌或者外国药品 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跟防疫消毒站 只有一个曾经是预示的防疫室 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 就是那些咳嗽 呕血跟各种头痛的人 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 这种咳嗽 吐血的病症 最先感染的是居住在满洲里一带的俄国人 后来查明是由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的 两个月内死了392人 有一部分以捕猎吐蕃鼠为业的山东移民 受传染的就更多 他们捕捉了吐蕃鼠 也叫汉塔 他们把捕捉到的吐蕃鼠包下薯皮染色 冒充黑雕来卖钱 满洲里距离哈尔滨有880公里 中东铁路的乘客纷纷往客栈下车 其中包括染病的 因此把疫病散播开来 哈尔滨也不能幸免 一些猎人捕出了吐蕃鼠后 就往客栈居住 客栈的卫生条件很差 特别拥挤 只要有一人染上疫病 就能传染整个客栈 再传到别处 哈尔滨的名字来自满族语言 意思是晒雨网的地方 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 哈尔滨迅速繁荣起来 人口达到了7万 这里居住了许多俄罗斯和日本侨民 以及其他外籍人士 是俄国势力在满洲的主要中心 当年哈尔滨城市里的行政区叫新市街 就是现在的南港 处在火车站四周 也是中东铁路的附属地 这里居住了数万俄国人和不少日本人 及西方人 铁路的东边是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叫富家殿 现在叫道外 当地人当时把它称为地狱 那时聚居在富家殿的人口 有两万四千人 哈尔滨的第一起鼠疫病例 就在这里发现 鼠疫是烈性传染病 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淋巴腺鼠疫 死亡率比较低 第二类是肺鼠疫 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接触 经呼吸传染 死后皮肤成紫色 所以也叫黑死病 欧洲在中世纪的黑死病 就夺走了四分之一欧洲人口的性命 第三类是败血症 在冬天的时候 肺鼠疫比较多出现 肺鼠疫从古连德这个时候开始 才比较明确地分出来肺鼠疫 这个过去认为 就是说是老鼠得了病以后 钉了老鼠的那个跳蚤 然后钉人就传播到人身上 但是呢 在当已经爆发了这个人类的流行以后 就已经不是光靠这个老鼠的跳蚤 能够传播的 它可以是通过人互相之间的传播 因为它有肺鼠疫 肺鼠疫的话就通过咳嗽 飞沫就可以穿 经医学证明是肺鼠疫之后 防疫的工作就立刻展开 以集中权力控制疫情的蔓延 最初 武连德是以瘟疫调查员的身份到哈尔滨 在施召期进一步推荐下 被提升为自东三省到山东 整个地区的防疫组织总司令 整个防疫工作 获得东三省总督西梁的权力支持 《非诚勿承认》 《非诚勿承认》 当年在哈尔滨住有许多外国领事馆 东北的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 都归日本人和俄国人管理 为了控制疫情 武连德主动向他们商讨 加强简易合作 经过一个接一个的走访拜会 只有美国和俄国表现稍微友善 俄国铁路局并借出货车车厢 以协助隔离病人 在当时五年代的时代 也没有抗菌树 抗菌树的发明 1928年青梅树才发现 1945年左右才开始 能够在工厂的生产 才能够得到应用 那还相差三四十年 我们现在树又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但是那时候没有 黄安药也没有 黄安药要1935年才发现 也要到1937年才开始使用 所以当时能够成功地 以自己的医学的知识 人为的力量去消灭一场天灾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武连德自新联 1879年生于马来亚槟榔语 17岁时考获海峡殖民地 女皇奖学金 进入剑桥大学 义曼纽学院学医 是英国剑桥大学 第一位华人医学生 在五年三个月的学医生涯中 赢得学校几乎所有奖项 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 荣获齐德尔临床医学金牌 和科斯勒病理学奖 他也获得在伦敦圣马利医院 免费实习三年的奖项 成为圣马利医院的第一位 华人实习生 1902年 成绩优异的武连德 获得剑桥义曼纽学院 研究奖学金 是唯一得主 他在名师罗纳德罗斯的指导下 研究瘧疾 并向德国哈勒大学的 卡尔弗兰克教授 及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 梅契尼科夫教授 学习细菌学 1903年 武连德通过剑桥大学 医学博士考试 当年他只有24岁 同年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 回到马来亚吉隆坡医学 研究院工作一年 致力于研究瘧疾和脚气病 1904年 武连德在槟城开诊所行医 1905年 认识了到槟城游览 中国史节团的施召基 武连德给施召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召基大他两岁 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 施召基担任过哈尔滨主管政务的倒台 后来在外务部服务 是中国出色的外交家 1907年 当袁世凯要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时 施召基大力推荐武连德 武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 在1908年 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 也就是副校长的职位 上任前 他先到伦敦和柏林考察军事卫生学六个月 当哈尔滨发生鼠疫时 在外务部担任要职的施召基 再一次向朝廷推荐了武连德 除了外国领事馆 武博士也到俄国防疫医院查访 发现医院不用口罩 而且不听他的劝说 结果医院的几位职员被感染而死 前来防疫的法国医生梅斯奈 也在这里受到感染 两天后发烧头痛 仅仅四天就死在这所医院里 很明显 传染通过病人呕出来的大量宣验 一个接一个发生 能够阻止的办法 只有严格地将病人 从健康的人群中隔离开来 医护人员把嘴跟鼻子 都用纱布和面容遮挡出来 作为一种保护措施 药品没有丝后作用 因为这种疾病 对肺部的破坏太快了 很快的 其他地方的防疫人员 还有老百姓都戴上口罩 后人把这种口罩称为武士口罩 在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武联德国是动员了军队 警察 邮差 中医等等 所有的资源制止疫情的蔓延 感谢北京基于我的支持 感谢不断增加的助手 他们包括一些教会医生 我们可以把学校剧院跟浴室 变成消毒站 把寺庙跟废弃的房屋 改建成隔离病房和瘟疫医院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医生 只有中医 尽管那些中医都是没有多少 这个现代医学知识的 但是毕竟他是医生 在地方上有一定的 说话的分量 因为病人病了 听医生的总是对 所以这些人他都可以动员起来 武联德严格执行铁路检疫 检查道路和通过冰冻的 河流入境的人口 建立一系列的卫生规则 以控制疫情 人口的流动也被严格的限制 但要限制准备回老家过年的人们 就十分困难 再加上许多人不忍看见 这失衡遍野的景象而纷纷外逃 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 控制流动的人口 尤其是在铁路上 鼠疫病人必须送到医院治疗 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 和石碳酸消毒 没有出现症状 但曾和病人接触的人 也必须隔离 为了控制疫情 整个附加店被分成四个区 各自拥有消毒站 消毒车 医务和工作人员 警察 每天各区派出四十六组搜查队 到各家各户巡视 一旦发现疫病病人和疑似病例 就把他们移送到医院和隔离所 并且在他们的住所进行消毒 污浊不堪的就被烧毁 除了少数人之外 这四个区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不准与外区人员接触 外围驻守着一千一百多名士兵 城里六百名警察维护秩序 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组织逐渐步入正轨 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一九一一年一月 鼠疫流行形势最为严峻 最多的一天有一百八十三个人死亡 并且看火力量改善 最多的人是在一百八十五天 最多的人民和药 在国家中的独立 相激而言 最多的人均等 вал大人 关火力量改善 张有关火力量改善 我們先回答 如果把塔维避 由于土地冻结 挖掘好坑非常困难 棺材堆积的数量急剧的上升 到了一月底 将近四千副棺材堆积在坟场 无法埋葬 我抓住事情的关键大胆地 向北京请求允许将所有的棺材分毁 耽搁了两天 总算收到了命令 将尸体火化 一月三十一号 两千副棺材 按每一百副一列堆积起来 虽然天气很冷 风雪交加 却烧得非常壮观 到了二月三号 没有一幅棺材残留 而在几天之前 这里尸体却排满了半里多路 我们现在不再像从前那样感觉惊慌失措 以更高的热忱和希望投入工作中 传染病的流行终于受到了控制 在哈尔滨附加店最后报道的鼠疫病例 是在一九一一年三月一号 当时的鼠油的亭子 有个非常喜剧性的喜剧 就是因为正好是中国春节 中国春节 所以这个时候武林的他就是 去跟地方官讲 跟老百姓宣传 你们春节那天大放暴走 跑战 所以那天的话 到处放跑战 平时要这个过年过节要多得多 这一点来讲的话 他就是利用了中国的民族 我就是说他的这个中国 这个知识跟这个西方的医学知识 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炮战他本身是这样的火药 他的主要成分是硫磺 他说那天这个这个 那个一代的话 满层空气上到处都是迷茫的 这个硫磺的这个味道 而这个硫磺在这个时候呢 就起到了消灭这个 属于干净的作用 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城市 如双城长春沈阳等 弄成千上万人死于传染病 他们照样采取了我们在哈尔滨发现的有效方法 到四月底 整个华北跟东三省的处意 你就会彻底消灭 这场罕见的传染病 夺走了六万中国人的生命 花费白银一千万辆 经济损失 打一亿人 一九一一年 这场曲是震惊的鼠疫大流行 也成了国际报刊的头条新闻 文艺新闻画报 更大幅度地将抗议照片刊登出来 震撼了全世界 当时的抗疫和防疫弹案记录 如今还珍藏在中国辽宁省弹案馆 已将近百年 在众多记录中 包括了中国各地向东北抗蜀疫中心的例行报告 拨款和会议记录等等 尤其珍贵的是 由中国清朝政府主办的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记录 在五博士的带领下 横扫东北的鼠疫 在不到四个月就被扑灭 为当时的清政府挽回了不少面子 清政府决定要召开一个国际鼠疫大会 大会主席当然是非五年得莫属 1911年4月3号 万国鼠疫大会在五联德的主持下 在奉天隆重地召开了 奉天就是今日的沈阳 当时由日本人创办的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 圣经时报 大幅度报道了大会的开幕余事 东三省总督西梁 带清政府摄政王再封发表开幕词 外务部施召基阐述研究会的目的 和介绍五联德 并推举他为大会主席 五联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汇报东北抗鼠疫的心得 这次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意义纷繁 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国际医学研讨会 此外在施召基五联德等流洋知识分子的推动下 这次国际研究会可说是封闭的中国 开始门户开放的表征 当时开会的会址 就在沈阳小和院对岸的奉天会工公司 如今辽宁省档案馆 还珍藏着奉天会工公司的平面图 后来公司的陈列式经过一番改装后 成为这个为期二十六天的医学研究会的会场 当年这个身具历史意义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址 如今已无迹可循 奉天会工公司的旧址 现在是一所师范学校 当时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多位著名医学家参加了会议 其中包括俄国的萨伯罗特尼医生 日本细菌学权威北里柴三郎医生 参与研究会的代表多达一百三十多人 清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安排了 有关负责保安的工作和康乐活动 当时咱们东北这些官员 他也想展示下中国的大国的这种风采 他当时不但进行那些展出 有关防疫的那些图片标本 他还展出了一些中国的什么书画 那些古艺品 他为了让这些西方人不枯燥不那什么 他每天的每个星期星期六晚上六点到九点的期间 把他的聚业队派来 聚业队呢给呢开个舞会了 就这三个小时期间聚业队在这活动 大会持续了二十六天 在会议的第二天 主席伍联德博士建议全体代表 为在抗疫中所有殉职的医生默哀致敬 为了纪念他们 大会还决定休会半天 以表哀思 这次的鼠疫研究会收获很大 大会向御会者介绍了许多防范和应对措施 以防范将来发生类似的传染疾病 这次会议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 最后我提醒各位 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 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除了你们观察到的满意结果 跟属于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 通过这次会议 你们将不仅对国家生活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未来医学科学的进步 起到推动作用 我荣幸地担任这次会议主席 但这也深深地感到他的重担 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将是中国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 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以英文在马尼拉出版的500页的大会报告书外 中国国内也有一份关于大会的记载 这本书是逐日地把当时开会的情况收集起来 是新闻报道的汇编 由史学大师陈远所作 书内有当年光华医学院院长郑豪的续文 私会名为为学术研究业 而野心者乃越拦入政治问题 岂不悲哉 岂不悲哉 这本来这是一个学术会议 但是有些有野心的人 当他在没明说 大家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知道 他们要拦入政治问题 就是有一些人 有些他当时就看不起中国 认为中国政府 中国的医生 或者中国的学者 就没有资格 或者没有这个水平 来主持这个会议 但是这个会议最后的结果 特别这个吴博士 在这个领导 这个东山省防疫的过程当中 或者这次会议的表现 最后使得 包括那些过去看不起的人 也不能不佩服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在今天 对给我们华人争光 也是一个 而且可以了解当时这么一个形式 它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年仅32岁的伍连德 以丰富的学识 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 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受到政府的信赖 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 1911年5月 武连德在紫禅城 在紫禁城受到皇帝接见 当时是摄政王赞丰 代表宁幼的宣统皇帝接见他 授予陆军蓝顶军衔 并被免世赐封一科进士 俄国和法国也授予他荣誉贤 武连德 一时被服务外认为 防疫科学的权威 武博士立即被任命为 外务部的衣冠 并聘请他在卫生部当高官 让他掌握全国的保健事物和医院 但他婉言谢绝 并指出鼠疫会再发生 要继续研究鼠疫 追根究底 找出根源 陆军部依旧保留了 他陆军军医学校副校长的职位 武博士从北京返回哈尔滨后 马上提交了一份建议书给外务大臣 请求建立一个防疫事务管理处 同时着手鼠疫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他组建了历史上第一支中俄联合考察队 由武博士和俄国细菌学专家 萨伯罗特尼医生带领 向满洲里和西伯利亚出发 接着 武博士在带领一支瘟疫调查小组 到满洲里北部和蒙古土拨鼠出没的地区 继续他们的研究 由一个陆军州士带领十个骑马的侍从跟随 完成了土拨鼠和鼠疫关系的调查这篇论文 并在国际医学会上宣读 1913年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 1911年10月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成立 辛亥革命后 1912年11月 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 武联德任总办兼总医官 中国从此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 在武博士的领导下 东三省防疫处几乎每年都有一份完整的防疫报告 除了文字资料 也有大量的照片和图像说明 武博士个人不但亲于笔羹 也热衷于摄影 在抗疫期间 他结识了伦敦时报通讯员莫里群 和他一起深入疫区 列补疫情镜头 莫里群后来成为袁世凯的政府顾问 这两本照相簿收藏了武博士抗疫的三百多张 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这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 尽管财政紧张 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领导下 十六年间 整个东三省陆续建立了六所防疫医院和实验室 在没有流行病发生时 医院作为普通医院 体现了平时应诊 一时防治的功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疫机构的建立对东北地区流行病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防疫工作 1913年6月 武博士被定为袁世凯大总统的顾问医生 袁世凯去世后 新继任的大总统李元宏 在1916年委任五年得为总统特医 同时兼任金汉、金章、金凤、金浦四条铁路的总医官 1917年 中国第二次大鼠疫在山西爆发 从内蒙古蔓延到河北、安徽、山东、南京等地 武博士亲临疫区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利用六年前东北防疫的经验教训 积极应对 终于在1918年5月将鼠疫扑灭 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6000人 一直到1919年 哈尔滨才爆发了另一场流行病灾害 霍乱在哈尔滨夺走了275条生命 幸好有防疫医院的医生和设备 紧急中接收救治了2000名患者 这些近百年的照片 很完整地记录了东三省防疫人员 如何防止和治疗破乱的过程 为后人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历史照片 是当年武博士送给马来亚大学的真会收藏 1920年 正如武博士所料 东北费鼠疫卷土重来 武博士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 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 迅速地扑灭了鼠疫 当时哈尔滨的人口已有30万 只有3125人死亡 而十年前的那次 只有7万人口的哈尔滨却死了7000人 即使从死亡率来看 这次疫病控制也是快速而有效的 1926年轮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与细菌学研究并能说多种语言的犹太医生伯利是 在劣性传染病高发的前线 他们并肩和死神决战 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经过多次抗疫的实践 伍博士总结出防治劣性传染病过程中最困难的症结 那就是人们极度恐惧下的消极态度 在鼠疫流行期间 人们普遍害怕隔离 在病人活着的时不报告 死后把尸体蒸出来 病人被隐藏时 家庭成员和朋友常常会被传染 幸亏在哈尔滨跟他管辖之下的 比较小的城镇中 建成了配备富有经验的医生 跟助手以及一些女护士的医院 第二次传染病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惊讽 他们能够靠过去八年里 观察跟研究所获得的知识 以他们的精力和信心 处理好传染病的流行 其实中国这次跟上一次刚好相反 中国从一开始就领先于俄国和日本 中国人甚至于帮助俄国的同事 完善预防跟治疗的措施 以回报他们十年中 给予中国的物资帮助 伍联德博士领导的东北抗疫 是载入人类与传染病斗争史册的成功案例 正因为它在防疫科学理论 与实践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26年 国际联盟卫生组织 授予它鼠疫专家称号 著名学者梁启超当年如此评价 这位功勋卓著的华人科学家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 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 五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